哎 嗯 起来了 准备上班说 假都没请上 不知道咋错回去 嗯 好 拜拜 我爸 今天打电话 问我们咋错回去 咋错回去 啊小客 爷爷都不知道 我们今天回去 是不是 老爷爷 老爷都不知道 我们今天回去 咋回事咋回事 怎么回事啊 小客 你怎么走 我从何点回来了 欢迎欢迎欢迎 对于新疆宝宝夏克燃来说 这次出行是一个既定已久的计划 因为今天一早 他就要踏上返回乌鲁木齐的路程 可是 从夏克燃出生以来 就一直陪在他身边的姥姥 却因为一些原因 必须留在皮山县 皮山还没那么冷 我们妻子已经可能冷了 我听他爷爷讲的 星期六和星期天 可能还要下雨 所以我给夏克燃都带了些衣服 全是我都搭配好的 因为过了一天忙 他也自己一天也就穿着制服 也不好好地收拾自己 我想的 回去也会让夏克燃 穿得漂亮一点 你看那边的条件也可以 不要想着我们在这边 觉得过得特别的辛苦 也能买到 对 让他爷爷也高兴 昨天我说的 给夏克燃买上好多漂亮衣服了 你看看 给他拍个相片 我发过来说的 因为夏克燃穿好好漂亮 好漂亮的衣服 我也特别的开心 今天回去就穿这些衣服 太厉害了 你再别挖奶奶了 老老了 我宝宝顺气了 这一回就什么时候能见到夏克燃 夏克燃从来也没离开过我 我一天都没离开过 我也是的 所以我有时候在外面 看到这小孩子 我就想着 立马过去想抱一抱他们 我在家的时候 他谁都不跟 连他妈妈都他都不要 他就跟着我 担心的事情很多 给他换个衣服呀 换衣服的时候也是的 要不要给感冒了 想着 考虑的事情太多太多 今天早晨也是的打电话 就在问什么时候回来 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在骗他 就说 我昨天打电话说 我说机票还都没订呢 不知道归例能不能清行假 我觉得他可能激动的可能要哭出来 我还想着这种都湿一点了 你都不回来 把你的衣服也放进去 放到上面去 这些东西都放不下了 这回来的时候放不进去了 你先去看 要是没有的话 直接包车吧 直接就到机场 来不及也不 我让他去把持衣服 分太大了 看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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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太大了 又不是不了 先去 皮山县到乌鲁木齐 1600公里的距离 一头是爸爸和老爷的期盼 一头是姥姥依依不舍的留念 我现在的心情根本没有办法拿语言来形容 回去我就想着在夏克兰 可以好好地游个女朋友带她去玩一玩 在这儿也着急坏了 我爸还啥都不知道 刚给我打电话说 你明天几点的飞机 我说明天五点的飞机 到了可能到七八点 思念对于着急回家的孩子来说是难熬的 而此时的等待无疑是漫长的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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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烈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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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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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走了 前来 No 我 我 中文字幕——YK